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951集 顾慎为希望丞相对庞敬做出清晰的判断 中横夺行散步 转身又迈出散步 说 他是个聪明人 聪明在哪儿 新官上任 他做的第一件事 是将池子里的水叫混 而不是跟大禹搞好关系 按我的猜测 这是对现状极为不满 同时又极为自信的表现 西域都护官想要改变碧玉城的格局 对龙王大概算是好事吧 顾慎为同一丞相的分析 唯独对结论不知可否 当他带着几名随从走进中原军队的营地时 仍将庞敬当成待定的人物 庞敬选择在城外会见龙王 这是双方私下协商的结果 无论如何 龙王不可能像孟明树那样去都城关府邸拜见他 于是只能按惯例在军营中相见 一见面 庞敬就显出不拘小节的性格 走下主位 一阵风势地迎到龙王面前 像江湖人一样抱拳行礼 总算见到龙王真人了 不枉我数千里顶风冒雪来到碧玉城啊 只恨没有自由之身 否则 我一早就跑到龙军营地 恳请当一名小兵呢 何至于今天才见面 庞敬的热情经常让初次见面的人不知所措 顾沈为从情报中得知这一点 所以早有准备 岂敢 庞将军乃中原贵客 人未到生意闻 这两天来 我桌上的摆的每一张纸上 都有庞将军三个字 与将军实在算不得陌生人 庞敬大笑 拉着龙王的胳膊向里面走去 亲自将龙王送入客位 自己却没有回到周围 而是站在龙王面前 脸上尽是年轻人特有的好奇表情 若不是残留的冻伤痕迹 会显得比龙王还要年轻 庶明将军也都各司其职 邀请龙王的随从与自己同行 龙王听说我的名字不过两天 我可是从一年前就听到龙王的传奇啊 清末已久 因此一听说有来西域的机会 就主动请应 请龙王恕我鲁马 有一件事我在心里憋着好久了 你真有一只活着的大鹏鸟吗 身高树杂 常会如刀 翅膀一扇 就能将周围的人卷出十几里 以活人为食 专吃眼珠 每餐不少于百人 庞敬双眼亮晶晶的 如果得到否定的回答 大概会失望至极 顾声为点点头 是有一只大鹏鸟 但是没有几站高 只比普通人高一点 更不会以活人为食 他的翅膀要是能将周围的人卷走 大概也吃不到活人了 哈哈哈哈 也对 他在哪儿 我能看看吗 远远一眼就行 他不在我身边 可能也不在西域 从来都是他找我 我可找不到他 庞敬果然很失望 常叹一声 哎呀 机缘不巧 真希望我能随士龙王左右 这样早晚有机会 见到大鹏鸟 上官飞是龙王带来的随从之一 壮着胆子从座位起身 笑着插口道 庞将军对大鹏鸟感兴趣 这里不少人都见过他 你亲眼见过 庞敬扭声问道 好像龙王的描述 无法满足好奇心 我们几个人都见过 上官飞指着 出南平和另外三名护卫 那只大鹏鸟 每次都在龙王身处 危机的时候出现 好像万里之外 都与龙王心存感应 这可糟了 以龙王现在的实力 谁还能给他带来危机啊 大鹏鸟岂不是 再不会现身 上官飞急忙纠正说法 那也不一定 大鹏鸟爱玩 没事的时候 也经常来找龙王 笑出 你说是不是 庞敬转向出南平 打量着俊美的 如同女孩的剑客 你经常见到大鹏鸟 曾经 出南平说 跟我说说 大鹏鸟什么颜色 什么爱好 什么叫声 出南平平淡地打断庞敬 龙王坐在那 想必有比大鹏鸟 更重要的事情要说 庞敬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 向龙王屈身行礼 龙王莫怪 无知之人一时失态 好奇之心人皆有之 大鹏鸟天生神物 对他感兴趣的人倒也不少 正是正是 人或一世 能见着几件神物啊 绝大多数人 恐怕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庞敬似乎打定主意 不想谈正事 仍不敢返回主位 听说龙王有一队刀剑 鬼附神功 夜间自鸣 欲敌则鸣 欲血则利 不知我可有机会见识一下 顾身为犹豫一会儿 解下五风刀 双手交到庞敬手中 此刀乃是西域名将所作 锋利一些 并无其他特业之处 庞敬却像是面对西式珍宝一样 小心翼翼地接过五风刀 左手拔鞘 右手握柄 轻轻拔出 贴在眼前仔细剑上 随手捂了两下 居然有模有样 传言说他练过武功 看来是真的 好刀 扮上之后 庞敬收刀入鞘 由衷赞道 将兵器还给龙王 好刀也得有好主人 此刀锋利如初 却没有半分打磨痕迹 显然是龙王用得好 过讲 顾审为敷衍道 这位新上任的西域独护官 对龙王的崇拜 比军中士兵还深 表现得越逼真 顾审为的警惕也越深 拘问龙王刀剑不离身 还有一剑哪 送给更擅长用剑的人 庞敬顺着龙王的目光 看向楚南平 略作陈吟笑着说 听闻龙王麾下 高手如云 都有一位剑客 跟随龙王最久 相貌超凡脱俗 剑法出神入化 出军南平 可是阁下 楚南平微微皱起眉头 是我 随即垂下目光 既没有出示龙手剑 也没有闲聊的意思 上官妃咳了两声 以为能引起庞敬的兴趣 结果一无所获 庞敬讨了个没趣 也不在意 但是终于坐到主位 正侧道 我来碧玉城 其实就是要办一件事 主持比武 宣出碧玉城城主 其间内情 孝王殿下 想必跟龙王说得很清楚 孝王走得仓促 倒也不是事事清楚 庞敬使个眼色 坐陪将官纷纷起身告退 上官妃 出南平等人也随之退出 只剩下两人时 庞敬的神情更严肃了 龙王心中或许又疑惑 请你放心 我与萧王殿下是之交好友 他的计划我都了解 也会遵循不疑 龙王与洛家有些恩怨 但国事伟大 私仇必须放在一边 罗启康绝不会成为 龙王的障碍 有庞将军的这番话 我放心不少 明白地说吧 罗启康会击败独捕王 再如约败给龙王 龙王对西域武林了解更多 你觉得刺激可行吗 萧王选中的剑客 想必不会错 顾胜为没有直接回答 对方的问题 其实我倒觉得 萧王此计多余 以龙王的武功 横扫西域断无问题 哪还需要中原剑客的帮助 多一层保证总是好的 没谈一会儿 龙庆急迫地结束这个话题 话锋一转 说来倒让龙王笑话 中原派来一支使节队伍 结果正是死于内斗 副使暗中通敌 一件正事没做成 尽是丢人现眼的丑事 唉 我也奇怪 据说副使孙大人通敌 不知通的是哪一个敌人 自然是北庭 天下最大 中原的敌人也就这一个 这位孙大人眼光太差了些 北庭奋崩离析 正是实力最弱的时候 他竟然与之勾结 还不是前害的 龙静稍稍压低声音 好像他说的话 是不可告人的机密 北城梦是欲结一事 龙王知道吧 嗯 听说过 是北庭人敢的 他们许诺分一半脏银出来 孙城契就昏了头脑 再没人比孤慎为更清楚 这桩指控的虚假 但他同样做出恍然大悟的神情 原来如此 孙城契可是潜迷了心窍 谁说不是呢 私下里说 我能理解他 那么大一笔钱 谁能不掩热呀 就是我 虽然宁死不会与北庭勾结 可以想要是 能摆到一大笔银子就好了 听说孟家的财富 没来得及运走 还藏在碧玉城某处 龙王有没有兴趣 咱们一块把它挖出来 五五分城 庞静一点也不像是中原贵气 更不像堂堂督户官 谈起正事时无精打采 提到大鹏鸟 刀剑与宝藏 立刻就变了一个人 传言不敬可信 庞将军肯定那笔财富 还在碧玉城吗 庞静露出熟安内情的神秘微笑 中原人多 打探消息的本事还是有点的 而且我还知道 帮助北庭人抢劫孟氏的人是谁 好 孟氏愈结的时候 最近的北庭军队也在数日路程之外 何况穿墙乐护也不是他们的强项 必须找人帮忙 传言一度说是龙王 顾声为哼了一声 既无反驳也不承认 可我得到的消息说 真正的抢劫者是金蓬宝 独不枉老早就又铲除孟氏之意 正好借此机会 抢走孟氏的家底 送给罗罗王子当礼物 谁想到龙王与萧王已少胜多 将罗罗逼得远顿极北 这份礼物就没有送出去 仍然留在碧玉城 有这个可能 如此说来 我的确要好好调查一番 五五分成 庞将军就要这些吗 我不贪心 梦是富甲习语 能有一半我很满足了 庞静的笑容与坚毅的方脸很不相称 顾胜为回到营地 对忠恒说 这位庞将军胃口不小 他在勒索我 忠恒吃了一惊 但龙王说完之后 他也得出同样的结论 庞静明知梦逝的财富在龙王手里 拐弯抹角就是想分得一杯羹 在中原军队的营地里 庞静也在与骆启康一块平叛龙王 瞧 咱们现在可以确信 龙王不是朋友 消息是假的 银子却是真的 梦家的钱就在他手里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952集 城主比武的消息终于公开了 虽然早已不是秘密 碧玉城的居民仍然为之热闹了一番 反复争论其中的利弊 处在兴头上的智者们 口吐一条又一条的预言 并由此引发一系列的赌局 伴随着这一消息 中原人庞静的名字广为人质 根据他几日来的表现 碧玉城送给他一个可以随意解释的绰号 风帅 往好里说 是形容他形势风风火火 精力充沛 另一层意思是指 中原派来一个疯子平定细域 庞静的确不喜欢遵循常理 他可能居要的接见重要人物 也可能亲自跑到最偏僻的小巷 去见一位谁都没有听说过的小角色 甚至突发奇想 连夜前往四地加兰 在山门外守到天亮 不等愕然的僧人出来迎接 人已经回城 听说风帅的绰号之后 庞静竟然很喜欢 亲自赋予他全新的解释 我就是风 大风 狂风 所过之处 非得变个模样不可 听到这句话 经验丰富的老商人 立刻多了一个心眼 开始埋藏财富 转移家人 但总体来说 但与享乐的碧玉城居民 仍然欢迎这位热情的中原人 唯一的遗憾是 庞静不喜欢女人与美酒 也不参与赌博 让很多想要讨好他的人 感到无处用力 顾审为桌上 关于庞静的情报越积越多 以至于失去了参考价值 在相互矛盾的古怪行为背后 风帅的真正面目 反而日渐模糊 刚刚当上护军卫的中衡 兼任联络官 本以为这是一件轻松的任务 没想到庞静对他极为重视 几乎天天召见 甚至并开玩笑地 建议中衡留在都城官府办公 中衡指得辞去护军卫的职务 专心应对风帅 确保城主比武 不会出现纰漏 顾审为决定由龙帆云 接任护军卫 龙帆云对此 既意外又紧张 亲自来见龙王 诉说自己的意见 双腿失去知觉的他 仍然是一名纯粹的大雪山剑客 没有感恩一类的套话 而是直接说出担忧 我没审过案子 不知道该怎么调整纠纷 连字都认不全 怎么能让众人信服呢 红府会帮你认字 至于审案 放手去做 只要你觉得公正就行 没必要非要让所有人满意 你是华盖峰的组长 就把南城当成人多一点的大雪山吧 南城可不是大雪山 这里的居民与山民的性格截然不同 虽然多喜欢用刀剑说话 打起官司来 却是另一番景象 各说各礼 双方都是义愤填膺 真真假假 神仙也难分辨 龙帆云遵命上任了 第一天就被几起案子 叫得晕头转向 连最基本的事实 都没有搞清楚 一见没判 加上中恒留下的案子 一共积压了三十多起 寻思了一个晚上 龙帆云想出一个主意 碧玉城是个势力的城市 在这里 由于互不信任 金钱纠纷反而极少 绝大部分来向护军府 寻求协调的 都是斗殴事件 无非是谁多砍了谁一刀 另一方非要偿还回来 此日上午 龙帆云叫来本族的剑客 和胡适宁手下的刀客 堆积在院子里的当事 各方说道 来和我的人打一架 谁打赢了 我就判谁有礼 另一方道歉赔钱 对这种新奇简单的判案方式 几对当事人互相看了看 觉得没有必要 不打不相识 与其跟龙王的人再打一架 还不如一块喝酒去 于是转身就走 争论内容由当初的恩怨 变为哪一家酒馆 这时候能开张 也有人不服 愿意打架定案 比武只进行了四场 剩下的人也都撤了 事后 战败的四名刀客 像朋友一样坐在酒馆里 捂着轻肿的眼睛 对好奇的听众说 其实不是我们打不过 当时仔细一想啊 打赢了又能怎么样呢 赢了案子 却得罪龙王 不划算 干脆给龙王一个面子 这事就算了 反正也没有深仇大恨 于是 南城护军府接到的案子 迅速下降 酒馆的生意 却比从前更红火 但是想让碧玉城一夜之间 变成无杀之城 是不可能的 一时冲动的刀客们 仍然习惯性地 拔出兵器解决纷争 金蓬宝虽然不再提供杀手 得意留业以观张 抢着入行的人却不少 为此 甚至发生若干起 大规模的火兵 就是为了证明 哪一方更适合当杀手 胡适宁没想到 自己辛辛苦苦培养的杀手 有一天会改名叫 护军勇士 职责也由杀人 变为阻止杀人 但他对这种转变 并不反感 与龙帆云配合默契 一个坐镇护军府 一个在街头巡逻 顾审为让徐小义也加入进来 提供情报 让胡适宁能够提前 制止若干起杀戮 护军府勇士所受的杀手训练 一点没有浪费 为了维护龙王的禁杀之令 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杀人 以此 向城里城外的刀客们 表明一件事 龙王的禁令 不只是说说而已 龙王也不是心慈手软的父母官 与此同时 龙帆云大量招收刀客 将他们编入勇士营 成为巡逻力量的一部分 大概半个月之后 南城的杀戮事件大幅减少 胡适宁手下的勇士们 甚至开始无事可做 护军府的地盘 几乎每天都在扩张 越来越多的街巷与商行 愿意接受龙王的庇护 一开始 这是少数人试探性的缴纳保护费 龙帆云在向龙王请示之后 收下这笔钱 当交钱的人成军涌进来时 他定下固定的份额 既不太多 也不太少 足够养活勇士营救性 昆舍的地盘本来就不大 很自然地融入到 胡军府的范围内 天山宗对此采取姑息态度 地盘日渐萎缩 最后只剩下南城西南 放一小块 但却是顽固的一块 吸引不少亡命之徒 天山宗也颁布了禁杀之令 却从来没有认真执行 在张级控制的区域内 杀戮虽然不再公开进行 却很少受到约束 这给胡军府带来一个很大的麻烦 很多刀客杀人之后 立刻逃到那边去 勇士们却没有权力 也没有办法惩罚他们 龙帆云唯一能告诉 受害一方的亲友的是 只要凶手进入胡军府管辖范围内 我就能替你们报仇 这可不是能让人满意的说法 于是一个新行业诞生了 捕手 捕手都是刀客 而且是武功不错的刀客 看不上胡军府提供的微薄薪酬 也不敢冒着得罪龙王的风险当杀手 于是 推出一项业务 专门潜入天山宗的地盘抓人 只要给钱 让抓谁就抓谁 到手之后 直接扔到胡军府门口 由勇士们执行公开的惩罚 东进春来 龙帆云自自不倦地执行胡军卫之责 备受全城关注的城主 比武 却没有多少进展 许许多多的细节问题需要解决 何时比武 在哪比武 哪些人能参加 如何判定输赢等等 每一项都会引起无尽的争论 终衡全力以赴 没让龙王操心 独孤县重回龙军 武纵衡掌控输了国军队 顾审为竟然倾弦下来 得以仔细研究死人境 将多日的心得整合到一起 穆老头 土狗 给予他大量帮助 出南平铁玲珑 则是他的试招的对象 要不是因为一名捕手的意外死亡 郭顺为的清贤 或许能一直持续到比武开始 捕手名叫吴轩 在这个新行当里 消有名气 不到一个月 从天山宗的地盘里 至少抓回十一个人 得了多少银子 无人知晓 但是不少人发现 他现在经常在留人巷过夜 对从前的他来说 那是过于奢侈的行为 捕手自然也会得罪人 但是乌轩的死与仇杀无关 他死在南城一所 无人居住的宅院里 死体三天后 才被来自打扫的杂役发现 正当杂役头痛 不知如何处理时 却在死者的左手里 发现了一块残缺的金块 消息很快传了出去 金块还没有来得及融化 就有各方势力的 大批刀客涌上门来 将杂役下的速速发抖 一遍遍解释 就这一小块金子 别的什么都没有 吴轩的尸体已经轻微的腐烂 但是仍能清晰地看出 伤口是在后背 他的武功不错 却连刀都没有来得及拔出来 身上明显有被翻茧过的痕迹 杂役信誓旨淡地表示 那绝不是他做的 尸体臭而浓重 要不是为了金子的闪光 他根本不会靠近 有经验的观察者一眼就看出 乌轩是被同伙杀死的 尸体没人关心 大家感兴趣的是那块金子 经过短暂的争夺 大部分势力都知难而退 只剩下护军府与天山宗 相持不下 杂役双手捧着金子 第一次发现他是那么的炽热 这座宅院的主人 早已经搬到外地 又恰好位于护军府 与天山宗交接处 到底算是谁的地盘 还真说不清楚 双方都想得到这块金子 倒不是贪图这点小钱 而是金块上有半枚印记 那是清晰可变的 孟字右半边 右下角还有一个小小的内字 确凿无疑 证明金块原先的主人是孟家 孟家是大商人 钱财出现在府外很正常 但这块金子与众不同 印记上的内字 表明它是孟家的私藏 留出孟府之前 必须重新融化去掉印记 这块金子显然属于 孟府被盗走的那批财富 他在碧玉城燃起的热情 甚至超过了城主鼻舞 顾顺维接到消息之后 不禁感到吃惊 只有他知道 孟家的钱藏在哪里 从来没有拿出来过 怎么会有漏网之鱼 很快又有消息传来 西域都护官庞静亲赴南城 抢走了金块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953集 庞静轻轻地上下抛制金块 每隔两三次 就颠在眼前打量一番 乐此不疲 不像是在观察上面的线索 倒像是肩上在计算成色 孟明树坐在斜对面 目光随着金块同上同下 仿佛遭到催眠 神情呆滞 全忘了对方向自己提出的问题 两人已经见过几次面 在庞静心目中 这大概就是由陌生到亲密的过程 因此更加不拘小节 一脚着地 另一脚放在椅子上 身子歪靠椅背 突然抓住金块 扭头笑道 老孟 你还没告诉我 这金子到底是不是你家的 老孟这个称呼 让孟明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急忙回道 恕罪恕罪 我走神了 看样子 这的确是孟家的 可是 可是什么呀 不瞒大人 哎 干嘛那么客气啊 眼前又没有外人 你叫我一声小庞 庞老弟都没关系 蒙明树露出受宠若惊的笑容 开口叫的却是庞兄 这个称呼更通用一些 不瞒庞兄说 近两年来 孟家内忧外患不断 保不齐 又各把家贼 所以这金子是我家的 是不是被抢走的 我不敢肯定啊 对于这个敷衍的回答 庞静并没有恼怒 反而走到孟明树身前 在他肩上拍了两下 不管怎么说 这是一条重要线索 我已经派人去查 你要知道啊 拿到这块金子啊 可不容易 天山尊和护军府 都在那儿忽视眈眈 还好 我去得比较快 一把抢到手 他们两家的头都不在 没人敢拦我 哈哈哈哈 庞兄当机立断 孟毛佩服 其实我更佩服你 老孟啊 你连家底都没了 还是这么不急不躁 不如我这个外人着急 这份镇定 真是令我惭愧啊 蒙明树心中一震 明白自己演得 有些过头了 蹭得站起身 尤泉在左掌上 重重地砸了一下 哎 庞兄 你不知道 我哪是不急啊 实实在在 连自杀的心都有 可到了地下 又没脸见 副祖兄长们的面 如今只是 呛言欢笑 哪来的镇定啊 庞庆危险惊诧 孟家被抢 孟兄是受害者 就算不翻天覆地的 四处寻找 也用不着 呛言欢笑吧 怎么着 害怕得罪人吗 这个 我与庞兄一见如故 庞兄又是中原贵人 我就对你 直接说了吧 这碧玉城 水深的汗 凤行的规矩 是大鱼吃小鱼 孟是冲其量 是条中鱼 敢抢孟家的 自然是大鱼 我是有苦道不出 就怕不小心 得罪大鱼 被人家一口吞下 连命都保不住 好一堆鱼 告诉我 在碧玉城 谁才是大鱼 不用我说 庞兄也该知道 独步王跟龙王 正是 孟兄怀疑哪一个呢 孟明树预料到 早晚有这么一天 心里反而踏实了 脸上孤注一掷的神情 无邪可忌 低声说 独步王 金鹏宝与孟是多年交情 又是殷亲 孟兄怎么会怀疑独步王呢 从前金鹏宝是杀手 有些事情不方便公开进行 就交给我们孟家处理 合作还算顺当 双方向安无事 可独步王 想要当真正的王 大刀阔斧 消减杀手 再用不着事事躲在暗处 自然嫌孟家多余 我父亲 其实一年多以前就死在杀手刀下 金鹏宝还派了一个假冒者掩人耳目 孟家的东西 说是一夜被抢 其实我怀疑 早就被金鹏宝转移得差不多了 于是杀手假冒者 制造抢劫假象 这一番话孟明树说的一扬顿挫 有合情合理的猜测 也有深深埋藏的愤慨 连自己都有几分相信了 庞静显然是相信了 不住地点头 有道理 我就说嘛 以孟家和金鹏宝的关系 就算孟兄不开口 独步王也该主动出面 替孟家注视公道才对 结果却无声无息 好像没听说抢劫这件事 孟明树挨声叹气 我也就跟庞兄私下说说 要钱是万万不敢的 能保住性命 我就知足了 庞静笑了两声 幼手按在孟明树肩上 寻思片刻 你干嘛不找龙王帮忙啊 他跟独步王是死敌 哪敢哪 孟明树惊慌得 像是听到天塌地线的消息 我住在北城 就跟住在独步王的手心里一样 一举一动 都在金鹏宝的眼里啊 嗯 我明白你的担忧 如果 我是说如果啊 我能让龙王出面 帮你要回或者抢回孟家的财富 你觉得怎么样 金鹏宝 怕什么呀 要是龙王当上城主 北城就不在独步王的手心里了 龙王肯定能当城主嘛 所以说 如果嘛 那当然最好不过呀 可是我想龙王也好 某人也罢 身为城主肯定不会平白帮忙 中原可以施加一些压力 孟兄愿意付出点代价吗 孟明树猛然醒悟过来 唐靖说来说去 其实是在为他自己提要求 孟明树咬咬牙 势而复得 如同天子 我有什么代价不能付出的 我愿将一半财产 捐给帮忙的人 离开都城官府 孟明树出了一身冷汗 上马飞指挥伯提员 越想越觉得后怕 庞靖心机深沉 从头到尾都在假装糊涂 是有八九知道点什么 他迫切地想见龙王一面 却不敢轻举妄动 只能提笔给肖凤差写信 隐晦地暗示自己的意图 信还没写完 仆人进来通报说 吕其英求见 孟明树想了一会儿 才记起吕其英这个名字 知道他是替龙王做事的商人 我有得又惊又喜 急忙请进书房 吕其英今非昔比 当初他是南墙酒馆的掌柜 不要说在菩提园的书房里 与孟氏家长见面 连进大门的资格都没有 现在他拥有 碧玉城规模最大的商队 日进斗金 背后有龙王撑腰 孟家却沦落得千疮百孔 吕其英站在书房中间 背负双手 左瞧右看 一副感慨万千的模样 见到孟明树的第一句话就是 这菩提园 可不如当初了 得需要好好整顿 孟明树一愣 不明白这怪话是什么意思 吕掌柜大叫光临 有何见叫 吕其英眉头微皱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叫他掌柜了 通常都尊称他为吕老 听说菩提园下面有个大洞 孟家怎么处理的 吕其英如此巨傲 孟明树又是一愣 四面堵死 中间凿了几个洞 就等河水化洞淹掉就完了 你到底有什么事 来买菩提园 孟明树一时没反应过来 脑子转了几个弯 顿时大怒 谁派你来的 就凭你 没资格住进菩提园 现在就给我滚出去 孟明树当上家长之后 第一次发怒 一下子如同洪水破地 倾泻而出 将几个月来的丹精兽帕 全抛在脑后 足足被骂了近一刻钟 吕其英居然神色不动 反而露出微笑 行了 外面的仆人听得也该差不多了 孟儿公子 咱们说点正经事吧 孟明树的怒气戛然而止 你是 龙王派来的 吕其英摇摇头 我奉萧夫人之命来的 凤差 孟明树隐约还有印象 萧凤差似乎与吕其英不合 怎么会委托她来见自己 于是转换语气 那个女人 我们分手 孟儿公子果然谨慎 还好我有信物 吕其英拿出一枚玉佩 孟明树一眼就认出 那是自己送给萧凤差的礼物 你真是 风差 让你来有事吗 有事 大事 孟明树心中仍残留着怒气 脸上露出尴尬之色 走到门口 透过门缝 向外张望了一会儿 转身时 身色恢复正常 说吧 孟儿公子 在渡城官府 见到金块了 嗯 真是孟家的吗 是 孟儿公子有没有想过 金块是怎么流落出来的 我不知道 按理说 龙王是怎么想的 我说过了 不是龙王派我来的 孟明树听出话中有话 立刻警觉起来 后悔自己话多 不该主动提起龙王 别管问我 先说说你是什么意思 吕其英微微一笑 我的意思 萧夫人的意思是 劫财一暗 奔一平静 金块现身绝非意外 而是有人刻意安排 想让此事再度犯起 其中大有玄机 什么玄机 孟明树一向相信 萧凤差的判断 可是对吕其英 实在是没有好印象 声音显得很冷淡 吕其英好像一点也不想 讨孟儿公子的喜欢 反而矜持起来 在书房里来回夺了几步 突然站住 说道 咱们都知道 劫财是假 一场戏而已 恐怕有人想让假戏变真 蒙明树觉得自己的心智 在都城官府都用光了 对吕其英的暗示困惑不已 好一会儿才醒悟过来 不由得大吃一惊 又出了一身冷汗 你 凤差 你们到底替谁做事 钱 我替钱做事 萧夫人是为你做事 她把你当成未来的归宿 不想让你不明不白地 受人暗算 蒙明树 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萧夫人托我告诉你 碧玉城即将发生巨变 谁当城主并不重要 真正掌权的 只有一个 中原人 庞敬 萧明树这时才明白 自己这一天来 是在谁的手心里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兵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954集 中恒有一段时间 没有碰过刀了 想当初 他虽然算不上高手 也是每天刀不离身 现在看到满屋子的兵器 却感到心中发毛 事情有点麻烦 他说 这是护军府的兵器库 摆放着数量众多 各式各样的刀剑 以及少量的长兵武器 龙王独队一赶长枪赶上去 握在手里 建上了很长时间 你听到什么了 顾省为刚刚从城外军营 来到南城 虽然相隔只是二三十里的距离 传递情报 还是显得太慢 他决定亲自坐镇南城 以应对不测 第一个向他报告情况的 不是徐晓忆 也不是龙帆云与胡适宁 而是此刻 应该在北城 参加谈判的中横 丞相对龙王的公开去向 总是了弱之掌 不少人都说 是龙王接走了孟家的财富 一直密藏不露 现在急需用钱 所以开始拿出来使用了 那个叫吴轩的捕手 拿着的金块 就是龙王付给他的报酬 我有那么着急用钱 连上面的孟家印记都不去掉 谣言从来不注重细节 全称汹汹 大家都在议论这件事 尤其是那些商人 正打算向龙王要债呢 过去的几个月 尤其是去年秋天 龙军大肆收购粮草 许多商人接受赦账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相信孟家的财富 都落在龙王手中了 一旦听说 有人从龙王这里拿到钱 他们不免蠢蠢欲动 谁也不想最后一个开口 毕竟 孟家的金银也是有数的 让他们找萧凤柴和吕其英吧 自从找来这两位帮手 顾省为就没有在金钱上 花过太多心事 中横沉默片刻 引起龙王的注意 他才说 我担心他们两个 就是最大的麻烦 好啊 顾省为想起来 丞相对萧吕二人 一直不太信任 此前就曾经提醒龙王 说这两个人 私自向北城居民 收取汇淫 承诺龙王掌权之后 保护他们的安全 我得到一些消息 我是打听到的 是几位朋友向我透露的 中横加上解释 防止龙王以为 他不务正业 多管闲事 吕其英私下里 向某些重要的商人 透露说龙王缺钱 想要债就得尽快 萧凤柴的手握得特别紧 许多该付的钱 也都拖欠着 引起不少怨言 顾省为放下长枪说 我知道了 不过龙军的确缺钱 要不是商人肯接受赦账 早就难以为己 丞相可有什么办法 龙王似乎不太着急 中横稍感意外 实在不行 干脆将孟家的钱拿出来 反正融化之后 谁也分不清来源 就让大家猜去吧 实在不行 就说是北庭人留下的财宝 比如老韩王陵墓 在西域 老韩王陵墓只是一座 塞满金银珠宝的大坟 不具有任何神圣性 有机会盗墓 只会令人羡慕 而不是愤恨 顾省为摇摇头 把孟家的钱拿出来 大手大脚 孟明树不会高兴的 龙王安排劫财的时候 中横不再碧玉城 因此这是他第一次 比较明确地听到内情 想了一会儿说 孟明树最近跟庞静很密切 我怕他早已透露一切秘密 有可能 孟明树不是能吃苦的人 可我更担心另一件事 你不觉得 庞静跟碧玉城里的许多人 都很亲密吗 中横心中一颤 本能反应是为自己辩解 庞静跟谁都像是老熟人一样 就连我 中横闭上嘴 这是龙王 跟他玩弄套话 既无意义也无作用 我想庞静大概 就是想让龙王产生这种印象 我也是这么猜想的 孟家的金块 推波助澜 会让我与碧玉城之间 产生更多的不信任 中横明白龙王的意思了 攻身行礼 是我多事了 不该落入陷阱 在这种时候向龙王讲述 自己人的不适 顾声为从架子上挑出鸡饼刀 丞相并未多事 萧凤差绿齐英跟你不一样 他们是商人 讲利益不讲情面 我正需要有人帮我盯着他们 只是不要打草惊蛇 明知龙王的话 只是拉拢部下的小伎俩 中横竟然还是情不自禁地 有些感动 龙王没有把他当成商人 算是巨大的肯定 于是深思一理 是 我这就会悲惩 还有 郑主比武的事快要弄妥了 只差比武地点没有确定 龙王可有指示 我相信你的判断 顾声为说 中横离开护军府 路上暗自分析这位年轻的主公 知道有许多事情 自己被排斥在外 关于孟家的这一大笔钱 龙王肯定制定了反击计划 而他无缘参与 想起孟家 中横眼前浮现夸张的金扇银扇 心里也有点发热 于是理解了 那一小块金子 何以会在碧玉城 引发如此广泛的关注 顾声为捧着几柄刀 走出兵器库 将他们交给等在外面的胡适宁 然后两人一块 走进附近的小小跨院 五名少年 正垂手等在这里 见到龙王立刻单腿下跪 他们都接受过胡适宁的训练 身上不可避免残留金蓬宝的影响 单腿下跪 一属妥协的方式 胡适宁沉默寡言 用实际行动表明 自己对大雪山利而不贵 那一套 不感兴趣 这五位勇士 最近一段时间表现突出 值得嘉奖 胡适宁说 对勇士这个称呼 还是不太习惯 顾声为命令五人起身 从胡适宁手里接过道 分别赠予勇士 这是胡适宁 强烈建议龙王应该做的一件事 杀手的忠诚 深藏不露 正因为如此 他们比普通人 更希望得到主人的关注 否则的话 他们的不忠也同样深藏不露 胡适宁 一一爆出五人的名字 顾声为都有印象 对每个人都简单地表扬一下 自真俱拙 对最后一位少年 他说 你是新人 秦夜明 胡适宁爆出少年的名字 加入勇士营 还不到两个月 顾声为任的少年 这是出南平救出来的德义楼弟子 很好 他说 嘉奖仪式结束了 虽然其他勇士没有旁观 但他们很快就会听说消息 从而产生竞争之心 少年勇士余冠退下 只有秦夜明站在原地捧刀不动 退下 胡适宁严厉地命令道 秦夜明却再次跪下 这回是双膝着地 我一直希望 胡适宁对少年的好印象荡然无存 伸手去抓他的脖子 打算将其扔出院子 顾声为止住胡适宁 你想见我 是 秦夜明带着破釜沉舟的勇气 声音却在明显发抖 让我给龙王当仆人吧 断茶倒水 铺床蝶背 撒扫清洁 我什么都会做 胡适宁愣了半场 忍不住说 你是杀手 你是勇士 躺躺男儿 怎么尽想做女人的活 我不想当勇士 秦夜明低声说 连头都不敢抬 那你为什么加入勇士营 你可是自愿来的 秦夜明向胡适宁刻了几个头 对不起 我想再见龙王一次 可是找不到机会 所以想 所以想在勇士营立功 胡适宁冷冷地说 心中恼怒 没想到自己竟然 被一名小孩子给利用了 秦夜明又连磕几个头 他没有别的办法再见龙王 出南平救了他 只是当作一条普通的生命 不可能随时向龙王引荐 顾声为看着卑微的少年 心里不是很喜欢他 疑心也顺理成章地冒出来 秦夜明从前是金鹏宝外围的学徒 还没进宝 就被野马收入得意楼 因为亲眼看到 韩无先杀人 而吓得魂飞魄散 背景极为复杂 他的种种举动 要么暗藏阴谋 要么证明本人 意志不坚 顾声为身边从来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逝者 他也不觉得自己有这个需要 于是说 世上的路还有许多 你可以退出永世营 顾声为向外走去 他有很多事情要做 不想在一名少年身上浪费时间 胡适宁已经想好处罚手段 秦夜明必须离开永世营 但是得付出惨重的代价 以警示其他同伴 秦夜明大概知道 自己正在失去所有依靠 因此站起身 不顾一切地大声说 龙儿 是你第一个在碧玉城 颁布禁杀之令 现在我想放下刀 你却不接受吗 顾声为停住脚步 转身看着少年 说出令胡适宁大吃一惊的话 跟我来吧 一名不想再碰刀地杀手血涂 顾声为突然觉得 他或许会有用 秦夜明更加吃惊 直到龙王快要走出院门 他才醒悟过来 将佩刀与龙王赐予的刀 全都小心地放在地上 向胡适宁身居一躬 一溜烟地追赶龙王 仅仅跟在三不距离之外 徐小艺 龙帆云正在等候龙王 他们带来不少消息 看到龙王身后跟着一名陌生的少年 都很意外 谁也没有过问 杀死无权的凶手找到了 已经压制护军府 龙王随时可以审问 徐小艺略显得得意和兴奋 抓人是护军府的事 这么快找到人 可是他的功劳 凶手找着了 中原人也快来了 准备迎接贵客吧 龙王的话让徐小艺感到迷惑 贵客 是封帅吗 他没那么快知道 话音未落 从堂外匆匆跑进了一名刀客 西域独户关庞静庞大人 已经进入南城 很快就会赶到护军府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死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九百五十五集 刀客站在院子里 高大健壮的身躯上 缠满了绳子 满两力气 像一只野性未逊的狼 即使被关在笼子里 也要冲着所有靠近者 自压咧嘴 发出威胁的低吼 庞静围着他转了一圈 哈哈哈哈 这还真是个人物 看着他让我想起中原家里的 狮猛将 刀客显然没明白 狮猛将的意思 眼神困惑 面相却更加的凶狠 露出一口黄牙 从尺缝里 向外喷着唾沫星子 木老头高高跳起 在刀客后脑勺踢了一脚 傻大嘎 人家说你是狗 你还真学狗的样子了 庞静笑得更开心了 粗蠢的刀客与精致的老头 不知道哪一个更引起他的兴趣 龙王到 院子里的护卫大声宣告 庞静转身迎上去 一边走一边伸手对龙王点来指去 好一个龙王 东手真是快 我这边刚听说凶手是谁 你就已经把他抓住了 不行 你得告诉我 你是怎么弄的 回去之后啊 我好好教训那帮手下 的确 庞静跟谁都像老熟人 而且是可以不拘小节的那一种 顾沈为耸耸肩 随口回到 运气 两人距离已经很近了 铁玲珑突然钻出来 站在两人之间 庞静略意犹豫 发现无法绕过去 这才放弃接近龙王的企图 从怀里掏出那块黄灯灯的金子 扔给龙王 教教 全是这玩意儿惹的祸 顾沈为揭在手里 冲着阳光观察一会儿 大步走向被俘的刀客 跪下 穆老头命令道 你们都站着 凭什么我跪 刀客语气急冲 好像他是受到轻视的客人 声音粗雅而高亢 如同破损的铜钟 因为你比我们都特殊嘛 穆老头刚要在刀客 吸窝处来上一脚 被龙王阻止 你叫什么名字 顾身为问 刀客不吱声 大大咧咧地 对龙王上下打量 很不服气 高阳 长得像铁狼 起名叫高阳 明摆着心存不良 穆老头说道 庞静又大笑起来 好像他的目的就是来看笑话和热闹的 以至于穆老头 徐小义等人 竟然都不觉得他多余 只有铁玲珑严肃地盯着他 巧妙地站位 不让这名中原人过于靠近龙王 你杀了吴轩 顾身为继续发问 刀客高阳仍不肯回答 往地上狠狠催了一口 头痒得更高了 脖子上青筋毕露 小子真横 龙王 让我把他的膝盖敲碎了吧 穆老头垂涎那双膝盖已久 回想起自己当年折磨人的手段 信仰难耐 等等 高阳终于开口 你是龙王 顾身为点下头 不可能 高阳脸上竟然露出一丝微笑 似乎一眼就看穿了低级骗术 龙王怎么会是你这种样子 他起码要比我高一头 一脚能踩出一个脚印 拿的也是五尺长的大刀 不是你这种骗人的铁片 顾身为已经在碧玉城公开亮相多次 每次都有许多人围观 可是关于他的相貌描述 反而因此更加夸张 围观者远远瞧了一眼 将龙王与卫兵的印象混合为意 在大雪山剑客的硬衬下 龙王在众人的记忆中 分外高大 你是说这样 顾身为一看一步 青石地面留下一只清晰的脚印 高阳吃了一惊 咽了咽口水 你真是龙王 傻大哥 这里是护军府 大家都恭恭敬敬的 这不是龙王 还能是谁 木老头实在不明白 这世上怎么会有 如此没眼力的人 高阳看来是相信了 猛得一震 身上肌肉高高鼓起 巴巴几声 竟然崩断了几根绳子 大吼一声 扑向龙王 木老头等人 接到龙王的示意 都没有阻止 十几步之外的庞镜 绕有趣味地 观赏着这一幕 目光却没有停留在龙王身上 而是在院中猪人身上 扫来扫去 跟高阳相比 龙王显得有些瘦小 那只拳头更是微不足道 郭沈为伸直了手臂 刚好击中敌人小腹 高阳突然牵挤地 自己矮了一大劲 又俯视龙王 变成了仰视 接着才感到腹痛如脚 发现双膝不知怎么地 竟然跪在了地上 他自有一股狠气 上下牙紧咬 两腮鼓得像是岩石 鼻孔大大张开 门脸通红 就是不肯呼通 相貌因此愈发猙獰 庞镜又被逗笑了 指着高阳 四处寻找秩序相同者 他的随从都站在大门口 配合主人发出适当的笑声 但庞镜找的不是他们 终于 他的目光落在秦夜明身上 龙王诸多手下 只有这名少年懂些人情事故 在贵客的目光扫来时 礼貌地跟着露出笑容 好一会儿 高阳的呼吸才算均匀 开口时声音却更加粗雅 你果然是龙王 好 我正要找你 付钱给我吧 哈 木老头首先笑起来 发现龙王没想让他说话 只得将一堆刻薄的讥讽 硬生生咽回去 我欠你钱 不慎为问 高阳保持贵字 当然 我不能帮你白杀人哪 这都好几天了 也不服酬劳 弄得我连酒都喝不起 你杀了谁 吴玄美 他偷了龙王的钱 龙王就要杀他 这很正常 虽然他最近听大方 经常请我喝酒 可他闻婊子的时候 从来不带我 实在是不够意思 所以我也想杀他 龙王答应给我一千两银子 可我一两也没见着 你也不早告诉我 吴玄身上有金子 否则我也不会这么惨 老早就想找你 军营外面的人不让我 高阳话语啰嗦 有点混乱 但是院子里的人 基本都听明白了 庞静侧耳倾听 趁铁玲珑不注意 突然移动脚步 想要绕开他 结果三步之后 绿炎小姑娘仍站在面前不远 他只得放弃努力 歌空大声道 胡说八道 胡说八道 刚刚你连龙王是谁都不认得 现在却说 龙王请你当杀手 龙王道法通神 麾下高手如云 用得着你吗 高阳歪斜身子 望了庞静依 对这个总是笑个没完的家伙 既厌恶又困惑 龙王的人 不就跟龙王一样 难道你做每件事情都是亲自出面吗 庞静为之一色 竟然无法反驳傻大个儿的质问 穆老头在高阳身后微微点头 心想这个小子也不是傻到没致 我的人雇佣你当杀手 顾身为全当这一小段插曲没有发声 继续发问 对 叫什么 他没有说 瞧瞧 院子里有这个人吗 高阳先在身前半圈扫了一遍 随后站起转身 将身后半圈的人也一一敲过 最后低头看着穆老头 半天没动 干嘛 想陷害我啊 要是我雇佣你 早把你杀了灭口 我想一脚踩死你这人蚂蚱 高阳是被穆老头抓回来的 一路上吃了不少苦头 因此看着他就把其他事都给忘了 你试试 看是小蚂蚱被踩死 还是大脚牙子变光杆 两人怒目互视 高阳终归没敢抬脚 突然转身对龙王说 没有 院子没有雇佣我的人 龙王手下好几十万人 想藏哪都行 而且来找我的人蒙着面 带着和你一样的小刀片 说是你的亲信 我根本没有看到过他的模样 穆老头气得上去踢了一脚 没见过模样 你通常希望干嘛 庞静大声说 龙王 不用神了 傻的个儿明显是被人骗了 有人想假借龙王的名义杀人 这种小把戏也就骗骗高阳这种人吧 何必浪费时间 按规矩 把他杀死算了 我没法杀他 顾声为转身说 铁玲龙让开 庞静终于能够接近龙王 但是支去地停在五步之外 龙王也有心思手软的时候 承认违反了剑杀之令 还要留他活命吗 剑杀之令只对龙军将士 以及自愿遵守他的人有效 吴轩和高阳都不在此列 在护军府的势力范围内 绝大多数刀客 都通过种种形式 接受龙王的剑杀之令 可总有个别人 因为特殊的原因不肯加入 乌轩是捕手 不愿受束缚 高阳则根本没搞明白 禁杀之令是什么意思 他又没有参加任何组织 因此成为陆王之鱼 顾声为走进院子之前 已经打听清楚 庞静试探性地迈出两步 离龙王更近一些 低声说 龙王还记得吧 咱们当初说好的 你一半我一半 我可不是开玩笑的 我也不是 顾声为回道 盯着这笔钱的人不少 咱们不能让别人抢先 证明刀客或许能用得上 庞静赞同的点点头 龙王有什么主意 有一个不太成熟的主意 需要庞督户的帮助 龙王尽管开口 嗯 顾声为将金块还给庞静 这个叫高扬的人 留在我这里不合适 请你带走吧 庞静一脸惊恶 我带走他 能有什么用啊 他连顾他的人 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他不是说我的人顾他的吗 那我就给他一个人 或许能引设出动 庞静一愣 显然没料到龙王会来这么一招 不等他做出反应 顾声为向秦也鸣照着手 等少年疑惑地走过来 对他说 是你雇佣高扬 杀死无权 独虎大人要把你带走审问 我也不能互断 你跟着走一趟吧 秦也鸣扑通跪下了 他只想当一名普通的侍者 不明白龙王为何 要把自己投入虎口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九百五十六集 旁径歪歪扭扭地靠在椅子里 右臂放在桌面上 手指无意识地滑来滑去 谁找来的那个傻大哥啊 屋子里只有两个人 骆启康站在旁径侧后 怎么 他露出马脚了 他连马脚是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露出来 可是 龙王的反应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我准备了好几招 想把人抢到手 可他却主动送给我 还贴上一名侍者 他到底在打什么主意 龙王很阴险 专好处怪招 不过他骨子里还是一名杀手 更相信手中的刀 哎呀 我的好兄弟 还是别管龙王的性子了吧 你就告诉我 他接下来会怎么做 我只能猜测 你跟龙王打过多次交道 猜得总能准一点 龙王把人应送给你 说是要引蛇出洞 他本人当然就要跑过来 监视蛇出来 而且是偷偷地来 万一被发现 就说视线已经暗示过你 龙静呼得坐直 深情紧张地四处张望 他不会 现在就躲在附近吧 有我在 他不敢靠近 骆启康平淡的语气里 尽是骄傲 龙静大笑 他喜欢开开小玩笑 尤其是跟骆启康 这种严肃的人 玩笑的效果更佳 如同沾探的甘蔗 但又堆在椅子里 龙王很聪明 就算是杀手 他也是聪明的杀手 这场戏是演给 碧玉成剧名看的 他要向所有人表明 自己不是劫财的幕后主使 哼 碧玉成连小孩子都相信 梦见的财富在龙王上里 他躲得掉吗 别笑笑龙王 我总觉得他在玩花样 因为他那张脸总冷冰冰的 给你一种什么都算计在内的错觉 你还真是痛恨龙王 他杀了我弟弟 毁了骆家的名声 骆启康恨地说 他当然痛恨龙王 理由不止这一个 他还让你当众认输 庞静眨眨眼睛 露出调侃的笑容 放心吧 我会替你小笑地报复一下 让他当众吃个哑巴亏 人都邀请了吗 龙王的使者怎么办 把他叫来 庞静胸有成竹 相信自己一定能看穿 龙王的真实意图 庞静自信满满 可秦夜明心里 却没有一点头绪 他不明白龙王将自己 送给中原人是何用意 因为他退出永世营 而施加的惩罚 好像太轻了一点 因为西域都护官 根本没有将他当成犯人 高阳被关进牢房 他却住进舒适的客房 甚至有仆人侍候 龙王在考验自己 秦夜明觉得 有这种可能 可他总共才见过 两次龙王 对他的了解 多半来自道听途说 怎么可能准确地 猜到龙王的心事 哪怕是一点提示也好 秦夜明忧心忡忡 手心里全是汗 受到西域都护官的传唤 只是让他更加紧张 看着这名慌乱的少年 庞静想的却是 龙王手下人才不少 才十几岁的孩子 竟然也这么会演戏 你叫什么名字 庞静亲戚地问 秦夜明 少年垂手恭恭敬敬地回答 哪两个字啊 夜晚的夜 明天的明 嗯 好名字 水起的 父母还是师长啊 谈话自然随意 秦夜明心中的紧张 缓解不少 不知道 进营的时候 我还不计事 连姓氏从哪儿来的 都没印象 可怜的孩子 瞧你的样子 不像是奴仆 怎么会成为龙王的侍者啊 我自愿的 秦夜明很自然地 遵守杀手准则 没有透露自己 从前的身份 是一名以杀人 为专制的勇士 庞静走到少年身前 抓起他的两只手 掌心冲上 仔细看了一会儿 这是一双 握刀的手 我已经放弃刀剑 以后不会再碰他们了 为什么 庞静诧异地问 随后转身向座位走去 秦夜明等中原人 坐好之后才回答 我是个胆小鬼 受不了鲜血与尸体 从来就不喜欢刀剑 你肯承认自己是胆小鬼 这才是真正的勇敢之举 龙王为什么要受你当侍者呢 就是因为你胆小吗 跟着他 可少不了鲜血与尸体 秦夜明无法解释 他跟随龙王还不到半个时辰 接到的第一道命令 就是跟着中原人走 龙王 龙王 不好说就算了 对主人的事情应该保密 中原人的随和 让少年感到心安 不自觉地拿他与龙王比较 怎么看 都是眼前的这一位 更像是好主人 既没有征求意见 也没有显得突兀 这一天 秦夜明成为西域都护官的贴身使者 几乎寸步不离 龙静是个闲不住的人 会见客人 处理军务 巡视官邸 直到三更才上床安歇 秦夜明回到自己的房间 躺在陌生的床上 回想刚刚过去的几个时辰 心中更加犹豫不定 虽然西域都护官只是闲聊 没问过任何敏感问题 但他很清楚这是一种拉拢 他要么继续装糊涂 期待着某一天回到龙王身边 要么做出恰当的回应 给自己换一位新主人 两种选择的利弊 在少年心中纠缠不清 令他辗转反侧 快到天亮才昏昏入睡 骆启康这一晚也没有睡 他仍然相信自己的判断 觉得龙王很可能已经潜入北城 甚至就躲在都城关府邸里 龙王不敢靠近他 他却要靠近龙王 但他失望了 不知是判断失误 还是龙王藏得太好 骆启康没有发现任何异常 凶手羔羊被抓 虽然引起不少议论 但是没有劫狱或者杀人灭口 也没有浑水摸鱼者偷偷闯路 早晨见到庞静时 骆启康从对方揶鱼的表情上 看到自己的失败 心中突然一动 龙王会不会猜到你的计划 有可能 那又怎么样 除了乖乖地往陷阱里跳 他还有别的选择吗 除非他心甘情愿让这几个月的努力 复制东流 与中原彻底决裂 嗯 也得防着点 今天你得跟进我 寸步不离 骆启康跌念头 我倒希望龙王敢于冒险 呵呵 为了报仇 你连我的安危都不顾及了 龙王不是我的对手 骆启康的脸色变得阴沉 这是他显示愤怒的方式 他以为没拔刀 就能掩饰弱点 可我知道他的破绽在哪 这要一件 就一件 龙王就再也不是麻烦了 别着急 庞静打了个哈欠 还没有完全摆脱朦胧睡意 敌人才是最好的棋子 龙王的用处还大着呢 今天让他吃个哑巴亏就算了 我打赌 他不会冒险 庞静用冷水洗脸 清醒不少 从骆启康手里接过毛巾 却没有马上擦脸 再让我仔细想想 龙王 龙王 他还能有什么选择 这天中午 碧玉城里头面人物几乎齐聚度成官府 只有独步王没有来 由张吉全权代表 各大商行的头目抓住这个机会 小心一一地讨好碧玉城未来可能的主人 争取向一方表示支持的同时 不会得罪另一方 城主比武即将开始 这对他们来说是培养感情的最佳时期 因为几方最大的势力也在拉拢他们 顾神威受邀而来 受到热情的欢迎于大量若有深意的眼神 还见到不少熟人 上官如来了 在这种场合中如鱼得水 从庞静以下 几乎所有人都愿意与他接交 好像他才是板上钉钉的碧玉城主 其实大家都知道 不管独步王与龙王谁最终取胜 昆社社主 都是向上攀缘的极佳通道 和女也来了 穿着朴素 神色清冷 除了侍者上官红 没人敢靠近他 在城主之争中 小约堂极少受到看好 关于那些女疯子的种种传闻 也使得众人宁可敬而远之 上官如大方地向龙王打招呼 以后就没有再靠近过他 和女却一犯常态 直接走到顾慎为面前 冷淡地说 你把韩芬派到哪儿去了 他可是我小月堂的弟子 我不能白养着他 让他做点事情 等他回来 自会告诉你相情 和女没有追问 走到一边 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模样 两人的对话许多人都听到了 但是没有人特别在意 碧玉城好几项重要行业 都是由女人支撑的 因此 除了上官如与和女 还有七八位女行手受要 他们都聚在上官如身边 费尽心机的奉承 所有人心里更加关心 此次会面的主题 据说孟家的财富有下落了 即使这些钱与己无关 他们也要亲眼看看 张吉不知何时站到龙王身边 说 比武多城主 还不如比谁钱多 比玉城的人更喜欢后一种 张吉的目光望着和女身边的上官红 身色漠然 不知道话是说给谁听的 顾声为扭头对威严的教授先生说 大家更喜欢钱 因此需要有人来保护他们的钱 张吉摇摇头 没有再开口 三十多名头面人物到极了 虽然各有安排好的座位 谁也没有入座 庞静在人群中走来走去 与每个人都像老朋友一样打招呼 就连面对冷冰冰的小月堂御众师 他也热情洋溢 甚至敢于当众夸赞 他是天女下凡 和女似乎并不反感 课套结束了 庞静站在大堂桌案之前 大声说 有请梦尔光子出来 今天他要讨回自家的财产 庞静的目光像是无意中扫过龙王 信心更足 龙王没有选择 他想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无依无靠的受害者 还是 傲气仍存的孟家继承人 全怪吕齐英 说了一大堆不得不投靠中原人的理由 却没有告诉孟尔公子 该如何演好这场戏 屋子里的人 孟明树基本都认得 孟是兴盛的时候 这就是他家的圈子 也是碧玉城最顶尖的一群人 现在 他们是一群好奇的看客 怀揣丰富的情感 准备投向最终拿到大笔财富的那个人 目光一闪 孟明树看到了龙王 不由自主地浑身一颤 嘴角微微抽搐 他只能选择受害者角色了 软弱可欺 还要加上一点悲愤 于是抱拳拱手向众人作义 轮到庞敬面前时 特意弯了一下腰 诸位 孟明树吐出头两个字 发现自己的声音跟从前一样镇定 很是满意 连心中的恐慌都跟着减少一半 借着西域都护官的面子 将大家请到这里 就是为了一件事 替孟家讨回公道 众人都装出认真倾听的样子 余光却尽可能地扫向龙王 想看看 这位抢走孟家财富的人 会作何反应 只有庞敬 肆无忌惮地直钉着龙王 嘴角含笑 在他身边 洛启康低着头 谁都不看 龙王不动声色 庞敬很佩服这个 比自己小着几岁的年轻人 面对孟家继承人的突然一击 竟然还能保持平静 不过龙王的身子向左侧微轻 还是显露出心中的一点 吃惊和一丝戒备 庞敬后退一步 李洛启康更近一些 理智上他相信 龙王不会贸然行事 但还是小心一点为好 孟明树又有点惶恐了 大唐里没有人接话 连西域都护官都不吱声 这不像是吕齐英描述的陷阱 中原人 不该这时候就站出来支持自己吗 孟明树咳了两声 壮起胆子继续说道 大家都知道 近一年来孟家蒙难 家父不幸遇害 老宅裤藏 和西域各地的商行钱庄 向后造劫 终于有人帮助孟明树说话了 张吉总改不掉教书先生的腔调 声音里略带训斥的意思 中原的大人在这里 你们孟家 可算找到人做主了 这话听着有点怪 孟明树却不在意 大声说 正是 没有西域都护官大人 我也不敢追讨公道 庞静的目光从龙王身上一看 孟儿公子高看我了 要不是碧玉成暂时无主 中原人也不会千里迢迢地跑来 说实话 我一直担心大家觉得 中原已是压人 多管闲事呢 面对如此直白的实话 碧玉成三十几号头面人物 纷纷加以驳持 中原是碧玉成的救星和稳定之源 十几万居民早就乔首以待 这怎么会是闲事呢 只有少数谨慎的没有开口表态 向中原表露忠心耽误了一点时间 孟明树尴尬地站在那里 绝不敢看龙王 庞静觉得差不多了 抬手示意众人可以闭嘴了 赫蔼地说 不过 我有点纳闷啊 我来碧玉成一个月了 孟家怎么才想到向我要公道 因为我 一直在寻找线索与证据 孟明树心里踏实了 这才像吕七英许诺过的陷阱 而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 孟儿公子 找到被盗金银的下落了 有人开口发问 已经预感到今天会上演一场好戏 自己提前抢占了一个决策 没准 事后能得到奖赏 金银还没有下落 可我终于知道是谁借走孟家的东西 这句话 孟明树酿酿了许久 因此 出口时掷地有声 充分表达出一名受害者 该有的义愤填膺于凛然正气 没人敢问是谁 就连最想讨好孟氏和中原高官的人 这时也闭上嘴 目光犹疑不定 尽量远离龙王 准备待会儿的吃惊表情 谁 角落里出人意料地响起一个声音 众人的目光同时转过去 都想看看谁这么龙莽 何女回事 目光冷漠 好像碧玉城的寒冬全都存留在其中 所过之处草木凋零 疯子 众人心中的这个印象越发强烈了 没人敢跟他对视 孟明树也被这目光吓得心中一颤 待了一会儿 才重新聚集勇气 转身 先告诉自己双腿要站稳 然后 对注视着龙王的眼睛 说 请龙王将孟家的财产 勿归原主 这回 所有人的目光都可以大大方方地 瞅向龙王了 每张脸上都露出无懈可击的吃惊表情 甚至有茶杯落地摔碎的声音 上官如实在忍不住 扑持一声笑了 急忙扭头假装咳嗽 龙王好像没听到孟明树的话 又或者是没想好应对之策 就那么站着 面无表情 最先提出质疑的是西域都护官庞静 而且是语气严厉的正式口吻 孟明树 我知道你要讨公道 可不知道你会来这么一手 你指控龙王抢劫你家的东西 可是不想活了吗 庞静越严厉 孟明树反而越镇定 渐渐进入角色 指着龙王 用夸张的声音说 反正 孟家已经毁了 我活不活都不重要 我今天就是要公开真相 龙王 你敢说 郭神威带来的随从出南平 从龙王身边前行一步 手按剑柄 孟明树吓了一跳 急忙放下手指 音调也开始下降 你敢说 孟家的财产 不在你手里吗 郭神威轻轻挥手 是一出南平后退 孟家的财产 不在我手里 孟明树一愣 龙王的否认 早在他的意料之中 可否认得如此简单 还是有点奇怪 他马上明白过来 是自己的问题有漏洞 对 财产不在你手里 你交给别人收藏了 难道不是你命令手下 抢走孟家在各地的金银吗 不如你直接拿出证据吧 可以省下不少时间 顾神威说 龙王的镇定 却让旁观者更加忐忑不安 许多人开始后悔 光想着来看热闹 全忘了龙王可是杀人不眨眼的谋杀 什么禁杀之令 肯定管不住他本人呢 证据 对 拿出证据 有人教导 与此同时 严肃地向龙王点点头 表示自己是站在他这一边的 等等 龐靖走到孟明树面前 骆启康寸步不离 先不说正名 明明树 你知道龙王是什么人吗 现在的场景跟吕齐英描述得越来越像了 孟明树甚至感到一丝兴奋 背叛龙王的恐惧与愧疚 一丝而光 当然知道 龙王统领城外的一万龙军和一万输了国军 势力强大 出了中原 无人可及 可自从龙王颁布了禁杀之令 我想他应该跟从前不一样了 孟家想要的公道非常简单 请龙王归宽财产 仅此而已 别的都不追究 龐靖冷笑一声 别说是孟家 放眼整个西域 也没人敢追究龙王 孟明树昂首挺胸 满脸背水一战的决绝于勇气 按理说 龙王就算要我的命 我也不敢反抗 可孟家的财产 不是我一个人的 是历代仙人积累下来的 不能就这么不明不霾地在我手里消失 你心痛我理解 可你就这么指控龙王 我不能接受 中原不是这么主持公道的 龐靖竟然拒绝孟明树出示证据 顾审为知道 自己这是应该站出来 强烈要求查看证据 以此现实清白 但他就是不动 好像整个指控跟他一点关系没有 蒙明树等了一会儿 只好按计划说下去 当然 龙王是不能随便指控他 可我今天算是活出去了 不如这样 我要是证明不了 龙王抢走了孟家的财产 就从此放弃彻底追索的权利 龙王今后以任何手段 找到这笔财产 全归他所有 眼前并非绝路 顾审为有更多证据表明当初的结案 是他与孟明树共同策划的 严格来说 那根本不是抢劫 只是掩人耳目的转移 但他不想纠缠 于是说道 这样很好 你出示证据吧 事情太顺利了 孟明树松了口气 吕其英的预言实现了 龙王不敢公开真相 因为他想独吞那笔财产 一旦说清前因后果 反而要遵守谎言归还残缠 孟明树相信龙王 还想在最后时刻反败为胜 庞静开始感到不安 却仍然决定继续下去 换下严肃表情 哈哈大笑 哈哈哈哈 这下可好 指控便打赌了 孟明树 你可听清楚了 你的证据若有一点问题 孟家的财产 不管现在藏在哪儿 今后可就全归龙王了 整个计划当中 就这一点 让孟明树感到疑惑 他曾经问过吕其英 为什么非要打这样一个毒 得到的回答是 中原人不可能公开站在你这边 总得显出 不偏不倚才行 就是这样了 后悔也来不及 他已经彻底得罪龙王 再无挽回余地 请都护官大人 让那个叫高阳的凶手出来 咦 明明是你出示证据 怎么轮到我头上了 庞静惊讶地说 高阳只是证人之一 我还有一名更重要的证人 两人对质 能够说明一切 还是先让你的证人出来吧 孟明树看着龙王 以为自己能够承受住那两道冰冷的目光 他高估自己了 只坚持了一小会 他就扭开头大声说 段子华 进来 轻瘦的老者走进大堂 扑通跪在孟明树面前 面若死灰 不少人都认得这是孟家的老管家 已经失踪很长时间了 传言中 正是他与龙王李英外合 盗走孟师家底 顾慎为心中 还是有点惊讶的 他自以为将段子华藏得很隐蔽 没想到还是被挖出来 而他事先竟然一点都不知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958集 前往都城关府邸的前一天晚上 孟明树尚在犹豫不决 他问吕奇英 就算一切脱脱当当 龙王会交出我家的钱吗 他现在就是 避离成事实上的主人 只要一翻脸 谁敢阻止 中原再强大 也是远水不解尽可吧 吕奇英用爽朗的一笑 反衬孟儿公子的意识愚笨 当然 龙王若是翻脸 中原人的两万军队肯定拦不住 所以呀 就不能给龙王翻脸的机会 孟明树做梦都想着自己的财产 在他看来 为了这笔庞大的财富 发动战争都是值得的 何况翻脸 因此 他疑惑地看着吕奇英 等他给出理由 舍小宝大的道理 你明白吧 吕奇英危险不耐烦 心想从前孟家风光的时候 还真没有看出孟儿是个蠢货 当然明白 孟明树也皱起眉头 难道我家的财产是小 你知道那有多少 吕奇英微微哼了一声 孟家的财产再多 还能比整个碧玉城 乃至半个西域大 龙王非常贪婪 他的野心可远远不止于 你家的那点东西 他要碧玉城 要惜于半壁江山 最关键的是 他还想要中原地承认 好踏踏实实地拥有这一切 孟明树明白吕掌柜的意思 也更加迷惑了 等等 我糊涂了 为了夺取碧玉城 龙王宁肯放弃孟家的财产 这个我明白 可这么一来 孟家以后不就倒霉了 彻底得罪龙王 等他去后算账吗 还不如老老实实等着 没准 龙王真会遵守承诺 将财产还给我 哈 第一 多少钱也填不满 龙王的胃口 他会把钱还给你 别做梦了 他会将整个碧玉城 搜刮一空 第二 碧玉城也好 西域也罢 都是挂在龙王面前的诱饵 让他以为 钱面还有更大的收获 好心甘情愿放弃孟家的钱 中原对西域念念不忘多少年了 怎么可能轻易交给龙王 萧夫人是何等样人 他若不是心中有数 会派我来劝说你 咱们不过走在前头 要不了多久 你就会发现 叛离龙王的人 会越来越多 没错 孟明树恍然大悟 等龙王发现他夺不到碧玉城的时候 就更不会还钱了 可不就是这个道理 吕七英佩服萧凤差 那个女人简直将孟二看透了 所有反应都在他的预料之中 孟明树心里有底了 因此在都城官府 他急切地提出打赌的注定 就是想向龙王传达一项信息 我只要钱 不影响你夺成争霸 可是一想到龙王曾经承诺 全额返还财产 而中原人却要分割一半 孟明树仍感到心痛不已 唯一能用来安慰自己的是 世上没有便宜事 龙王承诺的完美 恰好证明他没有诚信 中原人狮子大开口 反而更值得相信 这也是交易 同样的晚上 骆启康也对次日的计划心怀疑虑 担心龙王会当众翻脸 也只有他敢于直接向庞敬发问 龙王会承认劫财 我怎么都觉得那不是他的性格 提醒一句 他若是动静怒来 想要听而走险 我只能保护你的安全 可拦不住他 城外两万中原军队 都喝了那个独孤献的迷魂汤 对龙王崇拜的五体投地 一点也不想开战 庞敬直指自己的脑袋 我也不笨 就凭区区两万人马 我才不会向龙王挑战 你还没有看破整个计划的核心 骆启康脸色微沉 他不喜欢受到轻视 即使这种轻视来自于好朋友 他没有看破计划 是因为庞敬有事隐瞒不说 而不是自己缺乏聪明才智 庞敬却最喜欢看严肃人恼怒的样子 哈哈一笑 见好就受 你忘了 龙王跟孟二 不管谁赢得明天的好戏 只要金银露面 都得分一半给我 所以就算龙王证明自己没有劫财 将孟二博得落花流水 又如何 哼 只有你能想出这种招来 骆启康冷冷地称赞 龙王不是将财产都运走 隐藏起来了吗 想从他手里分走一半 不太容易吧 哦 梦结的真金白银 还留在碧玉城里 你肯定 没人比我更肯定 庞敬故意用神秘的语气说 表明他还有秘密没有说出来 骆启康又哼了一声 却没有追问 只要庞敬能掌控一切 而龙王会吃亏就行 这只是一次小小的报复 还没有到决战的时候 龙王形势向来诡秘 他身边的人都已经习惯了 只有徐小义 因为掌握的情报比较多 因此忧虑也最多 那天晚上 频繁地亲自来递送情报 第十一次进房的时候 顾沈为终于允许他发问 有话就说吧 别鬼鬼祟祟的 徐小义黑黑一笑 将龙王的斥责 当成宠信的象征 那我就说了 这摆明了是中原人设下的圈套 龙王好像一点也不着急 不 你急着钻进去 拉都拉不住 圈套 你说说 这是什么圈套 徐小义摸着唇上的小胡子 想来想 我得到消息 孟儿大概是要背叛龙王 可我觉得 庞敬根本不是替孟家要钱 他这是公开的勒索 想从龙王手里 替自己要钱 至于孟儿 天生一副倒霉样 注定血本无贵 顾沈为赞许的点点头 你猜得没错 你觉得我该如何应对 很简单 明天不去渡城官府 就让孟儿刚好去吧 所有证据咱们都不认 反正整个碧玉城都知道 孟家的钱在龙王手里 也没人敢惹你 就算是中原人也不敢 如果孟家的钱 不在我手里呢 徐小义愣住了 手指撵着胡子 半天没动 什么意思啊 钱不在龙王手里啊 顾沈为一直保守这个秘密 可是再过不久 这件事就将大白于天下 徐小义负责收集情报 理应比别人更早知道 于是他说 我动手还是太晚了 孟家的服裤里 只有一堆石头和铁钉 没有金银 啊 徐小义惊讶地张大嘴巴 一挥手 扯下一小绿胡子来 痛得自压咧嘴 顾不上喊疼 龙王不是开玩笑吧 那那孟家的钱呢 被老孟藏起来了 还是 哦 被独步王那个老混蛋 先下手围墙了 哎呀 哎 金鹏宝老早就彻底控制了孟家 连家长孟宇尊都是假冒的 有充分的时间转移财产 拿石铁充术 龙王当时怎么不说呀 啥也没拿走 还背上抢劫的名声 徐小义捞着嘴唇 说话嗡声嗡气的 可是心更疼 虽然早已不再管钱 他还是习惯性地将龙王的损失 看成自己的损失 当时龙军前因紧张 我需要劫财的名声 顾身为解释道 这一招的确好使 正是靠着这个不太好的名声 龙军才能涉来大量粮草君字 而且我也不是一无所得 孟家各地的商行与钱庄里的 还是有点钱 不多 但的确到了我手里 徐小义还是心疼 原以为靠着金山 结果一觉醒来 手里握着的只是一块金砖 落差太大了 这么说 吴轩手里的金块 其实是从金蒙宝流出来的 这是在向我传递信息 什么信息 是为吗 独步王想告诉我 钱在他手里 而且他要送给中原人 庞敬想告诉我 他已经拿到钱了 我要么配合他演一场戏 要么一无所有 还得为全城人追战 徐小义蹭地跳起来 没有莫老头高 离地三尺 算是他的极限了 落地之后 凤凯地说 上官老小子 和中原臭小子这么阴险 既然他们勾结在一起 龙王还挣什么程度啊 咱们打吧 堵住关卡 把北庭人叫回来 我就不信中原人那么厉害 隔着几千里 还能把手伸过来 几万军队 不够龙王塞牙缝的 顾声为摇摇头 实际不对 跟中原一旦开战 就得是决战 至少保十年安全 北庭内乱未平 实力尚未恢复 这时开战都不着好处 何况庞静还会将梦姐的钱 分我一半 我也没吃亏 庞静会分钱 他到底什么意思啊 他在搞平衡 中原人的老把戏 这么说 庞静没有完全支持独步王 这个 得看看再说 顾声为相信 中原不希望看到西域被某人单独控制 独步王与龙王最好同时存在 争者向中原献媚 徐小义叹了口气 没那么心疼了 从金山银山到一无所有 又从一无所有到一半金山一半银山 真不知道 这是占便宜还是吃亏 龙王就打算这么认了 不 很多年以前 顾声为就下定决心要做掌控者 而不是被掌控的人 庞静的计划更合情合理 他也不想只当其中的小抉择 我另有计划 徐小义眼睛一亮 又看到整座的金山银山了 充满疑惑与解释的夜晚 过去 孟府的老家人段子华 跪在地上 面若死灰 因为接下来他要背叛太多的人 老主人 小主人 龙王 独步王 萧凤差 他无法想象 自己怎么还能活过今天 高阳也被押出来 手脚都带着镣铐 面对一屋子的人 昂然站立 目光转了一圈 落在龙王身上 我想明白了 就是你雇我杀人 事后不承认 其实是想赖账 段子华抬起头 高阳 还记得我吗 高阳不认得这个干瘦老头 但是记得他的声音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959集 高阳兴奋的收物足蹈 身上的锁链 哗哗乱响 对 就是你雇我杀人 这回可找到证据了 你是龙王的手下 对不对 段子华冷漠地摇摇头 不是 孟明树还没有从这句 简单的回答当中 看出不祥之兆 大声替老家谱解释道 他是我家的人 遭到龙王胁迫 理应外合 盗走孟家的财产 从那之后 就一直替龙王做事 段子华 告诉大家真相 段子华转过身 跪在地上 向小主人 恭恭敬敬地 磕了一个头 孟明树糊涂了 段子华 起来说话 你不是良心 发现重返旧主吗 你不是担心 龙王杀你灭口吗 有西域都府关在 没人敢动你 旁径东张西望 露出愕然的笑容 好像孟明树 讲了一个大笑话 全屋子的人精 没有一个不擅长 察言观色 这时都生出预感 知道倒霉的 将是哪一个 孟明树没有看到 都府关大人的表情 因此仍然信心十足地 催促老家人 段子华 孟家忠心就靠你了 段子华重新起身 后退两步 神色自然 声音红亮 将自己对孟家的责任 全都留在此前的两次跪拜上 家主 我上有老 下有小 实在不能再帮你骗人了 龙王没有抢孟家的财产 谁也没抢孟家的财产 那些金银 都被你藏在孟府老宅 一动没动 大唐里 寂静无声 每个人都明白 自己此刻的随口一句话 甚至一个眼神 都可能带来难以预料的严重后果 在事态清晰之前 最好的选择就是装傻 哈哈哈哈 高扬大笑起来 满屋子的人像雕像一样 实在是有趣 近乎说 谁都知道孟家的钱在龙王手中 吴轩不是从龙王那里 拿到金块了吗 段子华刻意回避家主的目光说 金块 是我塞到吴轩手里的 目的是引起大家的注意 然后栽赃给龙王 这都是孟明树的主意 我 自己的名字从仆人嘴里说出来 孟明树仿佛挨了一拳 终于清醒过来 他掉进一座巨大的陷阱 却不知道是谁设下的 他压上一切 却输了个干干净净 猛地扑向段子华 贱奴 你算计我 龙王 你跟龙王 段子华早有准备 步步后退 语速极快地说 当时老家主刚死 你害怕自己地位不稳 还得跟其他族人分割财产 因此所以一手制造劫财的假象 人人都说是龙王抢走的 龙王不反驳 你也乐得有人承担责任 可你受不了苦日子 反正家已经分完了 你就急着把财富都拿出来 所以再次嫁祸龙王 好名正言顺 对那些眼光雪亮的人来说 事态足够清晰了 于是四五个人一起上前拉住孟明树 表面上好言相劝 其实却是将他束缚住 甚至不让他说话 段子华反而无拘无束 孟家的老婆人公布了阴谋真相 可是在大家庭来 这段话就像是专门替龙王洗白的 孟明树越听越怒 蒙得生出一股力气 竟然挣脱了几个人的手臂 我杀死你 后妖突然遭到一击真正的重击 孟明树一个跟头摔在地上 口吐白沫 再也说不出话 大唐里混乱一片 庞静站出来大声说 安静 安静 听我说啊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 可这是出人意料 我从一开始就相信龙王 可是这位段子华什么的 说的话实在是匪夷所思 很难让人相信 他不是说孟家的钱还留在原地吗 去看看就真相大白了 有人大声叫道 相信自己的建议绝不会错 庞静不太自然地看了龙王一眼 问端子话 孟家的钱 缘分未动 正是 这就不对了 我虽然来得晚 可是也听说了 孟是分家的时候 孟儿光子分的的是菩提园 老宅连同库房都留给祖母了 不是吗 掩然耳目的伎俩 孟明书已经悄悄地用别人的名字 将老宅买回去了 去孟家 去老宅 群情汹汹 人人都进入自己的角色 最重要的当事人龙王 却无懂于衷 他的角色最简单不过 就是安静地接受现场的一切 只要他不否认 就算是配合了庞静的计划 到目前为止 庞静都像是一名公道的生意人 利用了龙王的名声 但是也给予他相应的补偿 段子华受龙王指使 陷害家主的传言是少不了的 这是龙王要付出的代价 反正他已经有了劫财的名声 这点传言微不足道 但是孟明书打赌失败 将全部家产输给龙王 算是都府官送给龙王的礼物 顾胜为知道 自己最终得按照约定 将其中一半送给龙静 不知道是水岭的头 数十人纷纷向外走去 就连晕倒在地的孟明树 也被树人拖着前行 张吉经过顾胜为身边时 说了一句话 好买买 上官如没动 目光尽是惊讶 好像还有一丝责备 河女也没动 神情一如既往的冷漠 顾胜为跟在众人后面 走出府邸大门 出南平上马匆匆离去 徐晓义迎上来 接任龙王的随从之之 这项小小的变动 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处意 加上等在外面的 大量随从与卫兵 人群立刻扩展为数百人 慌乱了一阵才排出顺序 士兵开道 庞庆与龙王领先 队伍浩浩荡荡地 向梦视老宅杀去 队伍才走出不到两条界 消息就已经迅速地散播开 成群人涌来 都被士兵拦住 只能远远地看到队伍的尾巴 这已经提供了足够多的谈字 兴奋的居民甚至抛去谨慎的原则 就在街上与认识不认识的人 高谈阔论 好像一切都是他们亲眼所见 这是谣言兴起的急盛时刻 也是耳根不稳 一手摆布的阶段 五十余名消息灵通者 均匀地奋布在南北城 很快取得主导的位置 控制住大部分谣言的走向 这样一件事 同样没有受到注意 孟府老宅的确卖出去了 买主是名神秘的外国人 花的代价并不大 孟家老祖母觉得自己 还有很多年头能活 因此急着办理是非之地 这时全家人正忙着收拾东西 传言比来找证据的队伍先行一步 已经多年没怎么迈步行走过的老太太 听说消息之后 竟然奇迹般地站起来一路小跑 身后的丫鬟们气转叙叙 才勉强跟上 库房在后花园 管事匆匆忙忙掏钥匙 心中满是疑惑 老祖宗 里面是空的 老太太一口催在管事脸上 你也跟着不像孟儿骗我啊 三道大门一一打开 巨大石块砌成的库房 空空荡荡 午后的阳光一点也没减少 里面的阴森 老太太第一个冲进去 又是跺脚又是敲墙 发现一个人势难力固 急切地叫道 快 一起找暗门 孟家的财产不能让外人抢走 你 还有你 到门口阻挡一下 能挡多久是多久 外人组成的队伍是无法阻挡的 已经清醒过来的孟明树 又有了一点作用 被百余名士兵簇拥着 冲破老宅大门口 三心二意的防线 一路闯进后花园 庞静没有心急地冲在前面 而是拉着龙王站在外面 共同欣赏他一首促声的闹剧 老太太的哭叫 孟明树的胡言乱语 淹没在碧玉城诸多头面人物 弃嘴巴舌的指责声中 龙王觉得 有点意思吧 庞静小声问 他感到自己安全了 没让骆启康再跟在身边 嗯 不过我更希望能早点知道 开个小玩笑 反正对龙王无害 孟家的财产 眼看就要归你了 有一半属于都府官大人 啊 我真有点喜欢这里了 自由自在 说话也不用藏着掖着 对了 那个萧凤差是个不错的女人 龙王不会因为我而惩罚她吧 庞静眨眨眼睛 他这副表情只会令萧凤差更危险 就让我也卖个关子吧 顾身为说 庞静哈哈一笑 再没有为萧凤差求情 他可没有心情在意一名妓女的生死 找到了找到了 库房里穿出一连串的欢呼 一名上行首领满面红光地跑出来 抢先报告好消息 原来就藏在地下呢 金块成衫 根本就没动过 蒙明树果然是陷害龙王 这小子胆子可真大 龙王 那些东西都是您的 快先领保护起来吧 孟家老太太跟疯子一样 硬抢那 中原士兵已经守住库房 软硬监尸 将吴冠仁等全都呼念出来 孟家老太太仍不死心 贪在地上放声豪酷 几度想要冲向西域都护官旁径 都被士兵拦住 孟明树失魂落魄地站在一边 周围的人都防着他暴怒 可他已经失去斗志 嘴唇微颤抖 一句话也不说 顾身为觉得差不多了 冲着徐小义点点头 徐小义大声宣布 静一静 龙王有话要说 真相大白 顾身为说 心里想的是中恒的名言 解决问题与发掘真相是两码事 一点没错 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甚至比孟家的亲情还要淡薄 事情到此为止 我无疑继续追究 库房里的钱财既然贵我所有 就由我来安排 我要将其中一半捐给西域都护官大人 因为他主持公道 不偏不倚 旁径脸色一变 没想到龙王会当众将钱送给自己 不等他做出反应 也不等在场众人推波助澜 龙王继续说道 剩下的一半 我要留给孟家 虽然他一时糊涂想要栽赃于我 但我宽恕他 而且要告诉他 我对孟家的财产不感兴趣 顾身为向外走去 背影快要消失 众人的喧嚣才爆发出来 旁径呆住了 不祥的预感越来越浓 一名中原军官骑马冲进花园 一看到督復官就叫道 北厅人 督征官 莫初回来了 除了庞庆 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的真正含义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 由喜马拉雅FM出品的 经典武侠小说 四人经 作者 冰临神夏 演播 全勇 第九百六十集 莫初 莫初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还有机会重返碧玉城 被软禁在通天关的他 早已忘记自己还有一个身份 碧玉城都城关 任期剩下不到三个月 数月前在千奇关的时候 韩芬就负责监视莫初 并在战事末尾把他活捉回来 因此算是老熟人 直接退门进屋 开心地说 老头 龙王想你了 我也挺想你的 跟我走吧 又有好玩的了 莫初的软禁生活不算太惨 还有酒喝 但他张大了嘴巴 却没能喝到杯中之物 前往碧玉城的路上 他一直无法摆脱这副惊慌失措的表情 韩芬看着奇怪 忍不住问他 你有八十岁了吧 没人碰你 自己就快完蛋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 啊 不到七十 莫初勉强回道 没告诉韩芬他最近正琢磨着 买一名女奴呢 两年多以前 莫初风风光光地来到西域 奴仆成群 妻妾环绕 整个碧玉城在他眼里 就像手中的玩具 可以任意摆弄 如今跟在身后的 却是一支七八人的凄惨队伍 唯一的女人是个疯子 对他倒是颇感兴趣 他很想知道这具干枯的身体里 还剩下多少新鲜血液 莫初真害怕哪天一觉醒来 会看到疯女人兴奋地 给自己放血的场面 因此远远望见碧玉城 他竟然有种游子归向的踏实感 这意味着 他快要摆脱近在眼前的恐惧了 至于龙王到底有何用意 他已经放弃猜测 外族人心事难明 龙王尤其不可预料 莫初对自己说 一行人没有马上进城 在城外租了几间房暂住 次日下午 一名相貌俊美的剑客 过来接走莫初 韩芬的任务就此完成 临别之际 他发出了感慨 哎 不知道龙王是怎么想的 不是让我照顾小孩 就是看管老头 说实话 你不如从前活泼了 我才这是要死的征兆 所以我不愿你 再见 可能再也见不着了 哎 莫初以为这是危险 吓得面如土色 行尸走肉般地进城 来到本应属于他的官邸 努力数次才说出话来 我是都城官莫初 你们是谁 竟敢占据此地 都城官府邸大门口 此时聚着不少于百人 兴致勃勃地议论 刚刚发生的奇闻 七八名看门仆人 因为身份特殊 成为人群的核心 正口若悬河地 发布各种消息 一开始还要强调一下 我听说 我猜 没多久 就只剩下不可质疑的事实了 莫初的宣布与质问 没人听见 他无奈地扭头寻找帮助 发现俊美剑客 已经退到一边 另一名刀客走过来 中他点点头 意味淫雕 竟然能在碧玉城 见到一名真正的北庭人 不管这人的立场如何 都让莫初感到亲切 胆气顿生 北庭暂时衰落了 可是再分裂几次 在碧玉城面前 也是庞然大悟 让开 统统让开 莫初的声音 红亮的 就像是 是那些耳聋的老人 只是 底气更足 莫林挥挥手 十二名早已等候在此地的 北庭人同时拔刀出窍 列队前行 替都城关大人开刀 在北城 刀是不常见的东西 谁也没想到 这十几名沉默的听众 在斗篷里 竟然藏着兵器 人群轰得向两边散开 而且终于有人认出都城关 先是惊骇万分 接着又是兴奋万分 北庭委任的都城关 挑战中原派驻的都护官 这才是今天真正的好夕啊 没有随众跑去孟府老宅 抗客们真心觉得 这是幸运的一天 晚上无论如何 也要去南城置几把骰子 看门的仆人 都是旁径从中原带来的随从 不认识这个枯瘦的老头 甚至没有听说过 他们一直以为这官邸 就是为自家大人准备的 可刚刚还热情洋溢的人群 突然变得沉默 似乎表明来者绝不一般 最让他措手不及的是 府里的卫兵基本都跟随大人 前往孟府老宅了 剩下的却是不会武功的奴仆 人数虽然有好几十 可也不是中刀客的对手 十二名粗犷的刀客开到 莫林亲自护卫着莫楚 一共十四名北庭人 在上百双目光的注视下 直闯进去 不到两刻钟就占据了都城关府邸 将一切闲杂人等都撵走 大门却没有关闭 莫林持刀站立 面对询问一言不发 静候中原人的到来 文迅赶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 庞静的奴仆们终于打听到 这一伙强横人物的底细 不由得大呼上当 还以为真有什么来头 原来是一伙北庭人 跟丧家之选差不多 竟然敢跟中原的大人抢釜底 农夫们发现自己犯下大错 互相商议几句 又有围观者的怂恿 于是截队向大门发起冲锋 打算重新夺回宅院 声势浩大的攻势 结束的却极为狼狈草率 最先上去的三个人 被莫林随手抓紧 一人几十不远 在空中哇哇乱叫 再也没有人赶上前了 开始寻思如何利用这一幕 向主人报屈 乃至请宫 孟府老宅那边的消息 不听传来 奴仆们的胆气 也越来越大 虽然不敢上前 叫阵总是可以的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里 独城官府里的 一小撮北庭人 先后经历数十种酷刑 每一种都会让他们死得 苦不堪言 只要都护官大人一到 酷刑的开头 总是这一句 可都护官大人一直没到 围官人群 比这些奴仆还要失望 中原对北庭 都护官与都城官 这可是碧玉成建成以来 从未发生过的奇晚 足以流传后世了 庞静给众人的印象是 鲁莽热情 活力十足 他要是不出面 这场戏至少减色五六成 庞静竟然真的选择了退让 一名军官骑马赶来 向奴仆管事地狱几局 数十名中原人 灰溜溜地挤出人群 再也没有回来 一度有传言说 庞静出城直奔中原军营去了 这可把不少人吓了一跳 以为战事将起 可没多久 就有确切的消息传来 说都护官大人没有走 而是接受孟明树的邀请 住进了菩提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中原人就这么认怂了 这不像是他们的习惯啊 疑惑太多 有人忍不住大声喊了出来 向身边的所有人寻求答案 还能怎么样 果然有人回答 这座府邸名义上 还真就是属于北庭人呢 莫处的任期还有三个月呢 整个北庭都被打败了 中原人会害怕 这十来个北庭人 这就叫 师处无名 中原人呢 不害怕北庭人 但是害怕落下画饼 更害怕 害怕什么呀 嘿嘿 我不说 你自己猜 争论无袖无止 于是大家的兴趣 又转到了孟家的财产上 到底有多少啊 据说一整屋子的黄金 全拿出来 能铺满北城的街道 吹牛吧 这么多黄金 龙王说不要就不要了 那他当初干嘛要抢啊 所以说呀 你们大概真是冤枉龙王了 我们 昨天你还说龙王把金字藏在哪 跟亲眼所见似的 又一轮争论 无休无止 守门的墨林一言不发 街上的人 终于感到厌倦 眼看天色渐暗 中原人士不会杀来了 于是慢慢散去 墨林仍然站在原地 直到天色完全黑下来 才关闭大门 独城关釜底 前后三进 只凭十几名北庭刀客 是看不住的 墨林也不在意 直接走到后院 正好看到熟悉的身影 从屋顶上跳下来 龙王来得早 墨林说 辛苦你了 顾神威说 严格来说墨林并不是他的手下 所以他得客气一点 没什么 我希望尽快还清龙王的人情 你知道 我必须替老韩王报仇 替老韩王报仇 就得杀死和女 过神威相信此时的韩王异卫 已经不是和女的对手 选出城主 你我就互不亏欠了 在这之前不要动手 墨林深吸一口气 他是一个恩怨分明的人 尤其不想欠债 这世上 他只亏欠两个人 一个是老韩王 所以他要报仇 一个是龙王 欠得不多 却得用耐心来换 好 中原人真的 就这么放弃府邸了吗 墨林换了一个话题 没有 但他不会动用武力 碧玉城的大人物们 正在商量 怎么替他合情合理地要回去 明天大概就会采取行动 这所宅院很重要吗 还是说 龙王只想羞辱一下中原人 墨林希望知道更多的内情 这样 他才能知道自己 怀了多少人情 非常重要 顾省为决定不再向墨林隐瞒 孟府的真金白银 就藏在这里 墨林罕见地露出惊恶表情 什么 老宅府库是空的吗 里面倒是摆了不少东西 可只有少量金砖 其他的还是十块 龙京希望我收下这些无用之物 孟家的财物 早就运到这里 被金方宝送给他当礼物了 这 龙京不担心龙王发现真相吧 我今天若是在孟府老宅 当众收下那批石块 事后发现真相又能怎么样 说出来有人相信吗 大家只会说我贪心 想将另一半财产也抢到手 顾省为语气中 也少见地流露出一丝轻蔑 他知道孟家的财产被金蓬宝拿走了 一直在想怎么抢到手 结果是中原人的轨迹向他提供了机会 庞静想让龙王吃个哑巴亏 顾省为就还他一个更大的 两个人互相宣战 只是谁也不肯第一个公开 顾省为与莫林一线一后走进东边的厢房 秦雁明正等在里面 他被北庭人留下 庞静的奴仆们甚至没有想起 府里还有这么一个人 顾省为看着少年 希望他能告诉自己 孟家财富的具体下落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